那是蒙点头 是是 来人 蒙又让一个侍女引路 他说 当初庆王二玩乐 所以特意填了壶做了个大大的较查 哦 那里啊 我知道 成交娘笑了笑 那事也恍然一下 可不是 当初殿下带着她认真的在府里看了呢 交场边的花圃就是按照她的意思做的 婢女虽然也想去 但半情巧下一步 姐姐 你留下来准备妇人回来后的洗书 她说着 陶冶似的跟着走了 婢女跚跚脚 要跟上去 最终只能停下 对着内侍和工夫们 善善地笑了笑 内侍想到什么 说道 半情姑娘啊 不知道夫人的口味 这早饭 这早饭 婢女大喜 我知道 我去看看 内侍蒙让一个侍女带着去 婢女又吩咐人烧好水 依依安排了 内侍等人才走向室内 李太医这时候也过来了 内侍掀开连杖 唤道 殿下 晨光照进卧榻上 躺着的人也微微地睁开眼 内侍忍不住 急眼挑眉 带了几分打趣 一笑 殿下睡得可好啊 他低声地说着 话没说完 声调一提 一声惊呼出口 这惊呼 把屋子里的人都吓了一跳 太医 太医 内侍颤声喊着 一面冲外招手 李太医忙几步过来 一把扯开帘子 他问 怎 怎么了 他看见卧榻上 神情也是一惊 门外有侍女此时走进来 他说 夫人说 让把卧榻上收拾一下 卧榻收拾一下 屋子里的其他人的视线 不由看过去 由内侍和李太医 一左右地拉开了帘杖 可以看清卧榻上的光景 金安俊王 摄索着上身 躺在其上 身下 背入凌乱 是我 昨晚送来时 可不是这样子 凌乱 一个病得不能动的人 怎么能把床 睡成这样 不会吧 所有人同时闪过一个念头 啪的一声响 让廊下垂手立着的内侍们抖了一抖 顾先生面色铁青 看着面前站立的内侍 你们 你们看的好事 内侍 垂头不语 顾先生 来回踱步 他停下脚 咬牙 低声说 太荒唐人 太荒唐了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内侍 面色有些善善 他低声说 或许 或许 并没有吧 话音刚落 内侍的功夫 带着一丝古怪的笑 走出来 手里 还捧了一块白铃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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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结结巴巴的 目光乱转 最终 落在 一旁壶床上 有李太医 正细心 望闻问怯的 静安静王身上 恭喜 恭喜殿下 恭喜 几人的视线 便下意识地 落在那功夫手里 捧着的白铃上 其上 有斑斑点点 些许梅花般的红点 大家的脑子里 都轰的一声 顾先生和李太医 都是当祖父的人了 自然明白 这是什么 内侍 虽然不算是个男人 但是 在宫里 也不是没见过 这里的白铃上的 虽然有点少 但千真万确是血 果然没杀了 李太医手里的银枕 便一松 落在虎床上 这啪哒一声 并没有惊醒 静安静王 自从事材掀起 帘子那一刻清醒后 他就又陷入 昏睡中 黑黄的面色 透着一丝惨白 虽然穿上了中衣 但露出的脖子上 依旧可以隐隐看到 一块块的筋子 那是人的手掐出来的 屋子里 陷入诡异的沉默 片刻之后 顾仙手 粟粟吐出两个字 仙手 那怎么可能 殿下都那样了 怎么能 那样 滴滴的一轮声 从四面八方钻进来 站在镜房里 试探水温的婢女 面红耳赤 方才他躲着 没敢在室内 但躲 能躲多久 还是回来了 刚回来 那功夫就神色古怪的 将一个盒子递给他 他说 这是夫人的 你收好了 婢女手足无措的 差点把盒子扔出去 功夫说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事实上 他的神情 比婢女好不到哪里去 他在宫里待了一辈子了 经守的贵人们的出业 数也数不清 但偏偏今日 那些流畅的 恭喜的话 怎么都说不出来 他终于又想到一句 盲说道 给夫人 加一碗 红枣莲子羹来 说完了 又忍不住 看了眼室内 想到 是才看到的 静安静王的脸色 以及 耗费殆尽的神态 或者 应该给陛下吃才对 看来 昨晚的事 是真的了 是殿下主动 肯定是殿下 他们娘子才不是那种人呢 没想到 殿下还有这个力气 婢女晃晃头 打断胡思乱想 伸手 受了下水温 让小侍女退下 去传饭吧 小侍女 低着头 一溜压的跑了 便女 硬着头皮 走出镜房 怎么不能 你闻闻 闻闻这屋子里 有股怪怪的香味 顾先生说了 李太医说 没闻过这种香味 说带着药味呢 啊 是催情的药吗 香 那只香 婢女脑子里轰的一声 是 是娘子主动的呀 听到婢女走出来 铺床的两个妇人 忙停下说话 停下头 在李勒里 已经平整 更换了新被褥的床 室里推出去了 婢女站在室内 有些呆呆 打开的窗 让清晨的 有些许凉爽的风 在室内盘旋 带了几分清爽 也让她回过神来 既然是娘子做的 那就一定有娘子的道理 娘子做的事 不会错 婢女深吸一口气 敦正了几倍 门外传来一叠声的 问候夫人的声音 婢女心中更是巨石落地 急步接了过去 门外 顾先生正拉着脸 看着内饰们抬起监鱼 内饰和李太医的脸色 都有些沉沉 待看到握着长弓 魂不走来的成交娘 这些人停下脚 神情有些复杂 这女子穿着如群青照衫 袖子还竖起胃放下 迎着出生的日光 未施粉带的面容上 有细汗闪着光芒 真是青春朝气蓬勃 再看这边 尖鱼上的静安俊王 至今还在昏睡 李太医扎了两针都没醒 简直 其瘦 其瘦 顾先生心里再次咬牙 他强忍着怒力 说道 妇人 成交娘停下脚 看她们一眼 她说 要回去了 有什么事的话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顾先生 气得差点倒痒 合着 他还等着他们 把人再送来 被她糟蹋 这个禽兽啊 夫人 殿下他 看起来不太好了 李太医站出来 低声说 成交娘看她一眼 她本来就不好 说着 一面抬手制止 我先洗漱 有什么话 稍后再说 看着成交娘 迈步进了院内 门外的三人 有些呆呆 顾先生 咬牙瞪眼 看着李太医 一面摆手 一面说 李四肾 我要说 再记你的话 求给你信 她提下回去 再请她一来 皇宫里 听了回来的 功夫内侍们的回禀 太后一脸惊讶 她放下手里的茶碗 说道 不会吧 她竟然能做出这种事 内侍点点头 带来几分夸张的说 是啊 真是没想到呢 急慌慌的又请了太医来看 都说是内耗虚空 别说怪要了 连醒都醒不过来 一群人正急得团团转呢 又有一个功夫跟着说 是啊 娘娘 您是没看到啊 殿下的脸色都没人样了 跟榨干了似的 太后拧着眉头 她现在这样 再被那样 那可不是榨干了吗 亏得殿下 还一片痴心的 亲自撑着来和她拜堂 结果她呢 竟然 哎哟 哎 疑什么呀 功夫摇头收不下去了 一脸不忍心 疾什么 太后心里冷笑一声 急着 要怀上骨血吧 这样 就算既然俊王不在了 她的后半辈子 也保住了 果然好算计 也好狠毒 能煽动民众 那样给她送嫁 让她这 君王妃的名头 更为响亮 再下药 催情君王 拿怀上身孕的话 将来 如果既然君王不在了 她这个君王妃 也有足够的理由 好好的活下去了 这个女人 断然拒绝 给亲王治病 又勾结皇后 勾结金燃郡王 送上密钥 让安妃有孕 这接着太白惊天 害死了平王 气昏了陛下 气风了贵妃 一步一步的 将手伸进皇家 可想而知 如果自己不在了 这天下 会变成谁的天下 高凌波的声音 在耳边再次响起 娘娘 皇后并没有什么依仗 她最大的依仗 就是这个成交娘 神之间君王 将来要依仗的 也是她 他们要做大逆不道的事 那必须有人 给他们证明 而这个成交娘 为什么一直以来 花费心思的不明 神仙弟子 日时月时 太白惊天 隐雷 这些事足够让民众信服她 将来 只需要她说一声 谁是真命天子 那民众们也不会质疑 娘娘 要拔掉这个毒牙 还不被民众们质疑 这就是个好机会 不能错过的好机会了 太后吐口气 握紧了手 不能再等她 来人 传她进宫 宫里的内室 奉命出宫门的时候 成交娘已经吃过饭 一如既往的开始写字 不过 是坐在起居厅内 因为这里还没有她的书房 婢女在外边 建府里的仆妇 熟悉王府的家事 一番人 一番话说下来 婢女忍不住 用手扇了扇 旁边的半琴 立刻给她摇扇子 她说 半琴姐姐辛苦 婢女 扑斥笑了 半琴又说 半琴姐姐 这比在外边当大掌柜 还辛苦吧 不辛苦 问清楚他们是谁 谁是干什么的 就让他们还干什么 就可以了 咱们只是动动嘴 正说着话 有扑斧过来了 半琴姐姐 婢女和半琴 都下意识地应声 这让仆妇愣了下 半琴也吐吐舌头笑了 仆妇蒙问道 夫人要的书房 收拾出来了 姐姐看看怎么样 还得动动腿 半琴用扇子 还比你的尖头 嬉嬉地笑着 碧琳也笑了 抬脚要去看 成交娘 在内换住她 婢女进了室内 问道 夫人 什么事 成交娘 停下手里的笔 看着她 你叫什么名字 娘子 你要做什么 你不要赶我走 啊 婢女一惊 脸色变了 是才 在王府仆妇面前 说笑利索的婢女 声音已经颤抖 成交娘笑了 我 以前不知道 你们会在我身边多久 婢女看着她 眼里 有泪水 散散 是啊 她就是换走了 娘子身边原来的丫头的 而那个丫头 替换的 则是半琴 成交娘 接着说 所以 也就没有刻意地 要记住你们 说着 看着她 微微一笑 她笑了 婢女的眼泪 却落下来了 这话 明明没什么 为什么 听到了 却想哭 不记住 失去了 才不会难过吧 成交娘继续说 现在看来 你也没别的地方 可去 你也没别的地方可去 婢女又扑斥一声笑了 眼泪 还在掉下来 是啊 现在 大约没有谁 敢来跟娘子 叫丫头了 她将会在娘子身边 一直留着 直到永远 所以 你叫什么名字 婢女将眼泪擦去 坐正身子 对了成交娘一笑 俯身失礼 奴婢 奴婢素心 见过娘子 素心 嗯 你去忙吧 是 素心 失礼 应声是 站在门外的半琴 喊了一声 素心 素心看向她 眼神询问 半琴又笑嘻嘻地唤道 素心 素心明白了 冲她称怪一笑 抬起头 看着在院子里 伺候着的仆妇 她精神奕奕地说 走吧 相比于新房这边 其乐融融 一派新气象 静安静王的院子里 气氛紧张 顾先生 停下踱步 问道 还有别的办法没 我在想呢 李太医 抬手擦了擦汗 顾先生 便又走来走去 内室 跪在卧榻边 拿着热毛巾 不停地 赴静安静王的 尖头和胸前 静安静王昏睡前 上身赤裸 尖头和胸前的 欲擒 欲擒可见 美侍忍不住 哽咽说 这是手掐的呀 怎么下这样的狠手啊 你还问 他的手可是能拧断人脖子的 你说狠不狠 不可怜的殿下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那是逼着头 喃喃自语 顾先生 舒尔听到了 更是恼火 乖殿下 还不是你们的主意 这人一来 就把人家当靠山 殿下以前不好 不是 也没靠他吗 他正说着 外边的李太医 探头进来 说道 不如 还是问问夫人 彼此事 顾先生的咆哮 在室内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